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么冷的天 我们其实去海边会比较舒服一点 尤其是到南方 是吧 海南 在南边的海边会生长有一种 我们都很熟悉的物种 叫做鸭子 据这个去吃过的摄像来讲 然后他说那个鸭子不重要 重要的是什么 冬瓜 对 是吧 那个冬瓜好像感觉比鸭子还要好吃 这两个都很少见 这样是 都很少见 对 这两个都很少见 那咱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那咱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看到了是不是就是这个 你看 飘得有那个 是飘出来还是放过的冬瓜 看它像是整个的 就像那种雕工雕出来的一样那种冬瓜 冬瓜味的那个冬瓜呢 冬瓜给它裹了一样 最后是冬吃不完吃 冬瓜吃 脸皮都冬吃 他到最后洗呢 糖味不洗 洗 把那个糖味洗了和弄 所以呢 冬瓜好吃 我说脸皮都不完吃 那口感有点烦得也能脆脆的感觉 打边炉 猪肚鸡很常见 这一类美食来自广东 海鸭汤开饱属于广东地区的一道民间美食 锅里的一圈冬瓜是重要的食材 这一道美食要怎么吃 有着它正确的打开方式 这个当然我问了一下 这个应该先喝汤 滚了之后先喝汤 火管烧点吧 你会看不见了 好 这类锅仔类的美食都叫它开饱 食材是提前在后厨加工熟的 但只有冬瓜是生的 上桌后开火再煮15分钟左右 就是汤中间的味道 有一股特别鲜的味道 应该是这个冬瓜炖出来的冬瓜汁的味道 然后加上这个鸭肉本身的味道 没有那种油腻感 我觉得它这个冬瓜有一点特别神奇的是 你看它两边圈圈特别油 但是通过这个冬瓜的这个小槽 把这个油都避开了 然后中间的这个汤就看着特别 就是有点像奶奶的像椰汁 像奶白色的冬椒一样就不那么的油 这个冬瓜它都已经这样改过刀了 刚才我们几位大哥说这个冬瓜皮可以吃 等一下我们也试一下 我们先把它全部都分割好 好 OK 让它再炖一会儿 鸭肉本属于良性 广东人做汤喜欢放一些药材 这样一份的海鸭汤里 除了冬瓜鸭肉还有一些党参枸杞 大枣等这样的药材 放这些不仅是为了营养 也是为了综合鸭肉的良性 这个开榜要配这个酱 广东特别盛产一种苦姜跟葱 然后一起炸出来的这个油汁 然后说吃这个鸭肉要配这个会更好吃 什么 有一股清香味 有点烫 鸭肉比较 比较细 没有那种兴山的味道 然后配上这个汁的话 就是这个酱汁的味道要盖过 整体这个鸭汤的味道 蛮鲜的 葱油饼大家应该都吃过吧 就那种葱香味 但是姜的味道不明显 没有那种就是我们形式吃像这种生姜 辛辣 然后很拉嗓子的味道 但是这个没有吃出来那个 就是几姜 因为差不多是广东的姜吧 跟咱们本地姜不太一样 除了蘸料要用广东的食材 汤里的鸭肉也是来自南方 这种鸭子生长在海边 常年吃小鱼小虾长大 肉质比较细嫩 又受到天然环境的影响 鸭肉本身不腥 要说它有什么最大的特色 那就是它的脖子特别长 因此在汤里会不停地吃到鸭脖 那说到了广东美食 这获得了金奖的保仔饭 也赶紧尝一尝吧 其实我觉得它这个分量刚刚好 作为主食的话 如果说是中午或者是晚上 想吃一个快餐的话 这样一小份是刚好一个人的量 它这个米好像也不太一样 这个米是那种比较长粒细长的米 特别香 就是那个腊肠香味已经浸到了这个米的里面 然后吃到嘴上有一点点油油的感觉 但是这个油不腻 是吃起来特别香的那种 尝一个这个腊肉 看起来还挺肥的 它基本上是透亮的 你看这个很薄 烟心味特别浓 很有嚼劲不腻 香肠也是半透明的 甜甜 中间带着一点咸 筋筋的口感 腊肉在制作保仔饭之前 是先蒸过的 去除了肥肉部分的油脂 吃起来也会减少油腻感 这家店的老板是地道的广东人 保仔饭中的腊肉和腊味 还有大米 都是他亲自从广东那边带过来的 他说只有这样吃才有当地的味道 几口的保仔饭下肚可别吃饱了 今天的主角冬瓜还没有吃呢 特别软 糯 它已经 看着都可软 它除了现在不能把它抖下来以外 我觉得它基本上真的是入口即化了 前面这个软软的部分 它已经吸了这个所有的汤汁 然后吃进去就是软软的这个冬瓜 然后混着这个 这个特别香浓的这个海鸭汤汁 有一点甜甜的 吃着有一点甜甜 应该是冬瓜每天是不是甜味 应该是里面有那些大枣呀 煮到了最后 然后那个消咸味已经出来了 还有年纪了 太厉害了 我把皮吃了 吃点烧烟了吗 没有 点烧了 手肉有点筛 有点辣 我觉得还是比较吃皮的好吧 你说啥有点辣 是不是冬瓜感有点猫啊 不是猫 就是啥吧 你看它这个冬瓜虽然已经很软了 这个皮已经很软可以这样撕开 但是它毕竟是皮有点粗糙 它纹理比较粗糙 从冬瓜可以做冬瓜中的个头来看 这个冬瓜应该是个大个头吧 平时吃起来有脆脆的口感 但是这个口感我还真的有点吃不下去 冬瓜是选用海南的 南方的冬瓜跟北方的冬瓜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我能看一下吗 可以的 我拿出来给您看看 让我看一下 你让我看一下 我现在这几个人抱不起来 我想起来小时候听到一个谚语故事 说那个冬瓜熟了 咕咚一绳 这个再轰隆一绳吧 这么大 是 嗯 南的冬瓜它阳光充足啊 嗯 然后就是那个长的个头也很漂亮 又是也比较结实 很脆的 哇它这个就是很厚 你看这个直径特别厚 而且这个仰看上也比较规整 但是能掐出来挺多水 这个冬瓜应该是含水 水分应该还是蛮不错的 对对对对 罗师傅还告诉我们 这种大个头的冬瓜皮虽然硬 但是它真的可以吃 而且是一味药材 很多入药的冬瓜皮 都是选用这种海南冬瓜 海鸭汤开饱中选用这种冬瓜来做汤 一方面因为它然后吃起来口感好 而另一方面就是因为它的皮比较厚 做冬瓜中煮走了形状也比较完整 靠近鞋的这个地方吃起来要比上面吃起来更入味 特别香 然后香 你一时候不应该鸳的那个 对 这块会够入味吧 这块就是它已经太软了你知道吧 它软 你知道就我们吃鸡肉的时候 是我特别喜欢吃靠近骨头那个 就是啃鸡腿吃鸡翅的那种感觉 就是那种感觉 这样就像直接吃白肉一样 吸着汤汁 那时候最好吃人家熟那里的 对 我觉得是这个部分特别好吃 就是这个地方它没有那么的浓 然后呢它又有一点牙感 海鸭汤开饱我是吃的暖暖和和了 这么冷的天气您不妨也来试一试吧 尝尝这皮都能吃的冬瓜是怎么样的一个口感 那地质您听好了 就在郑州市南洋路和东风路的交叉口 往南一百米的路隙 为了给待会介绍 接下来要推荐给您的这道菜 我们俩之间起了很大的争执你知道吗 然后我说这个就是煎蒸烤蒜煮为一体的 对吧 多么的有创意 多么的有想法 我们谁会凭他吃一道菜的时候 会把这些烹饪技法全用上 然后他说了一句 我觉得煌冰这个人就是堵 야 啥事啊不想弄弄弄弹了一块就弄了 啥都弄迟了 总者就觉得人家懒的 对吧 但是还有一句话叫懒人推动世界 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会介绍的这个叫做 看蒸牛肉 这是什么操作 上边蒸肉 下边爽锅 旁边还在烧烤 这还能真不耽误呀 第一次看到这种形式的 没吃过 多样化吧 很新鸣 想吃啥都有 烤的算的都有 这种形式不单一 然后谁想吃烤肉 或者吃火锅的 都可以随自己的意愿 反正这个吃法挺多的 就是能蒸能烤还能蒸 男人都喜欢吃牛肉 所以在这个 他既然有 反正吃法比较多 比较新鸣 所以我们也是比较喜欢吃 无论蒸笼还是火锅 甚至烤肉 主角都是牛肉 这样算应该有点 一牛三吃的意思吧 烤和蒸都不稀奇 可这蒸牛肉 还真是头一回见呀 不过大乍眼一看 还是有点像 咱们平时那种 卤牛肉的感觉 但是它这个毕竟蒸过之后 腾腾地冒着这个热气 这肉就和卤牛肉 唯一的区别就是 一个卤牛肉是凉的 一个热的 对 哇 看它带着提筋 但是一点都 我会说嚼不烂 嚼不动 对 卤牛肉其实多多少少 是有嚼劲的 它这个完全没有 它就用牙一咬 这气就开了 肉丝还能清晰可见 我觉得蒸的是 可能更内一点 然后比卤的稍微更软一点 这个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一般牙口不好的人 吃不了卤牛肉 其实吃的就是卤的 然后切成片的 这种是直接蒸出来的 味道不一样 比较独特 比较罕见 因为卤出来的一般它 它基本上都是比较薄 吃着有点 不是很爽口的那种 这种吃的比较爽口的 第一次过来吃 酸口更软一点 比较和那种平常吃那种 弄牛肉不一样 老年人吃起来挺好的 咬得动 对对对 蒸的时候 就是感觉那种水分很足 然后蘸着汁 弱口即化来那种感觉 牛肉应该是一场烹饪当中 很难处理的 又嫩又烂的一种肉类了 吃起来嫩的容易嚼不烂 牙口不好的就别想了 煮碎了的经常很柴 牛肉味完全流失 那只能靠着微弱的水蒸气来蒸 还能乱到老人孩子都能吃 这有啥秘诀 用的这个炉子是用的 9000瓦的电炉 平时的话 咱们家里吃火锅的锅 都是很平常的 一般就是2100瓦 最大的我也见过就3000瓦 就是说一般的大厨房里面 他们用的那种 加压的一个煤气罩之类的 而且火力都根本达不上的 大上大气以后蒸两个小时 然后起容的时候 咱们是用筷子扎 扎得动才起容 扎不动还不能够起容 继续蒸 它是水蒸气 肉是受热 收缩以后 营养不流失 收缩了 火住了 然后它的香气不流失 这样子的话 吃的是健康营养的食品 水分失踪 口感比较软滑 老板说 这肉烂没啥巧门 真要说秘诀 要数它特意定制的这个炉子 鼻肠电炉 高三倍的9000瓦大炉 这肉硬生生的 就是让这水蒸气给蒸熟的 那蒸出来的肉 不会没有味道吗 咸蛋刚刚好 不用蘸料 对 然后可卤牛肉比起来 那个口感不一样 这个口感有点偏 不料酒的味道 还是酒的味道 不但酒鲜味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这个热气 让它这个本身里面的味道 就散发出来了 保留了牛肉本身原汁原味的 那个牛肉的鲜味 对 因为它蒸汽 威出来这个牛肉鲜味 对 这跟它腌的应该是有关系的 蒸蛋牛肉是选用咱们 黄牛的大腿去骨的剑脂肉 因为这个部位的肉质比较紧密 吃起来比较劲道 腌制的肉是咱们要腌制48个小时 有炒虾 花椒 八角 还有等其他的大料 100斤肉配6斤的这个料 放在冰箱里面 8度左右的 每24小时要翻炸三次 翻的时候就要揉它嘛 因为这样子的话 它才保证它的一个这个肉质的入味 平时的肉 卤肉 它们都是用汤汁 卤进去的味道 水煮进去的味道 咱们的牛肉来是经过 料腌制入味的 所以是吃的口感是特别不一样 调味料和日常卤牛肉的 几乎没什么不同 但是想要牛肉有味的秘诀 就是不停地按摩 将料的原汁原味按进肉里 所以我们吃起来 才会这么地入味 蒸的其实因为它是本身就是熟的 然后在这就是一道夹热的工具 所以上来都是可以吃的 吃完蒸肉呢 这个煎肉基本上就已经烤好了 刚才这地摊卤牛肉 我们现在呢高大上一点 吃牛排 很嫩啊 一切就断 你看 而且还留着这个汁水 还是挺嫩的 丝丝拉拉的 外边是焦的 里边是嫩的 而且它这个你看这油花就能感觉得到 你丝丝的冒着油 所以咬下去那一瞬间 是有那个牛肉的那个牛肉汁水的那个香味 在嘴里边 那个牛肉太嫩了 然后给嘴里面嚼不如一嚼 所以把那个刀叉用上了感觉挺好的 我看是腌过来 我尝了 牛排也挺好吃的 我们是又加了一盘 鲜嫩多汁 真是吃了非常爽口 这个吃牛排一样 比牛排就是选的一些更多 你想蛋汁吃 蛋酱吃都可以 煎牛肉都是选用牛血花和牛肋条 经过腌制后才上了桌 会鲜嫩多汁 还锁住了牛肉的水分 不过大家都说烤肉用刀叉吃也是头一回 是很贴心的一个设计了 有点中心结合的那种感觉 不是感觉要是我有朋友 要是乡亲什么了 我然后来这儿 我就说感觉这个创意挺好的 特别好玩 它这个煎牛排和烤 还多多少少是有一点本质上的区别 所以说煎出来的味道和烤出来的味道 还是有点不一样 它烤的可能片更薄一点 它这个煎的更厚一点 所以就要这样切嘛 切开以后更像这个牛排 所以说与其说是烤肉 不如说是煎牛排 口感自然也会略有不同 烤盘上除了烤肉之外 还有土豆茄子 蔬菜等等 也可以一并烧烤 蒸炒烤肉吃到的菜 这里也一样不耽误 在我们吃蒸牛肉和煎牛肉的同时 锅里的肉也熟了 可是这煮了老半天的牛肉 怎么 确实 咬不辣 这真的烂 煎的嫩的肉 怎么煮到这锅里 就咬不烂了呢 好 它就识别证明 这个同时涮的一种肉 是有问题的吗 所以我觉得要再看一样菜 哪儿看 就是倒别的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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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肉 你咬不酸 我们点错了 原来是点错菜了 火锅酸菜有虾滑肥牛蔬菜等等 种类也是很丰富 选择性也非常多 它想吃烤肉 你想吃火锅 再也不会因为要吃什么而烦恼了 手拉手一起去感受一下吧 现在待会儿会觉得很奇怪 但凡是从成都来的美食 现在待会儿会觉得很奇怪 都可以成为网红 其实不知道到底这算是为什么 因为你看 接下来就是会给大伙推荐这个 排骨 猪蹄 再加上一成寿菜 人家号称为三肠 对吧 人家都可以成为这个网红 对不对 关键这个网红呢 它还是个串串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来拿一个号 我的酒味的 你们是不是过两天也要单转号的呀 不断的有人往里面进 排了半个小时快一个小时了 排了半个小时快一个小时了 来这有半个多小时吗 我天哪 看一会儿都来了半个小时了 我这15号得啥时候才能吃上啊 虽说这冬日是串串火锅的主场 可这也就刚到饭点的时间 这一家串串店就开始排起了小长队 随便一问 都是至少等了20分钟 这串串我们也吃过不少 什么冷锅串串热锅串串 可为啥偏偏这一家排队呢 芹菜牛肉 麻辣牛肉 还有金针菇牛肉 还有这个香 这不是同号牛肉吗 怎么写的香菜牛肉啊 你看 已经选完了 全部都已经选完了 拿出来立马就没了 所以说我们这边的话是每天限量 因为这个没法保证量太多了 限量供应 还限量供应这个 每天的话我们会准备5000串 香菜牛肉的话我们会准备5000串 但是像这个点的话几乎都没了 果菜刚来啊 然后这边的话还有茴香牛肉 像同品质的茴香牛肉 这一块 哇塞 这是啥 猜一猜 这是排骨 这是排骨 不是大哥你表现了 哦 这个你吃过吗 我吃过 咋样 很好吃 很好吃 这是串吗是吧 这串 你拿个串给它对比一下 来来来 你看 你看 我觉得我这应该是第一次在那个 串串店里面遇上 这么巨型的排骨棒 我爸爸特别喜欢吃肉 所以我刚才给他拿了一个 金箍棒 金箍棒 这个吃的可感觉 这个叫什么 霸王 金箍棒 这是个金箍棒 金箍棒 很厉害的金箍棒 直接耍了耍到兔子里去了 吃火锅刷排骨我们也见过 可这把近十公分长的 排骨串在签子上 这种吃法 还是让人有些觉得不可思议 等等 就是冲这个排骨来的 你们点了几串啊 我点了七串 我现在吃吃了五串 还有两块 我天 吃过瘾 不是 这 这 这串也太大了吧 是啊 过来这个煮好肉 肉特别嫩 特别好吃 比较香 香辣的 你看就我发现 你看 就这签子都特别的 就是露出 你看一下个头尝什么 人家这儿还有 还有一串呢 咱们点了这个 是那个霸王海虎吗 对 对 好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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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观的印象说好辣 对对对 而且味道还不错 对对对 不太慢 夹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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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过的 特别出窝 把里面的这个 辣味啊 香味啊 都都融到肉里面去了 还可以 肥而不腻 手抓那个手抓羊排 手抓了 都才是手抓了 拿着吃了哈 对 是说烤的 人家 人家 我忽略了一个细节 人家垫的有纸 你要做一个优感的 我们垫个纸 垫个纸吧 太烫了 不是为了优雅 实在是太烫了 你吃的第一口的话 最浅层的那个 就是最表层的那个味道 是火锅的味道 就是火锅底料的味道 但是你在往里面吃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它外面颜色深 里面颜色浅 这个里面的这个颜色 就吃出了 它那个腌制的那种 那种 那种直辣的那种味道 霸王排骨 选用的是猪类排 经过葱姜水浸泡 四个小时之后 挤出排骨内的水分 有水的话 这个到时候 这个上色不会 上色不会太好看 就是不容易上色 我感觉有水的话 不是更容易不忘吗 因为有水的话 那个调料 我们都能吸出来吗 不用不用 料酒 所有的比如说 菌肝啊 然后这个排骨啊 都会放一点大蒜粉 腌制出来以后 这个它有那种蒜香的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这个吃着口感比较嫩 而且那个味道比较香 腌制的最后一步 就是放入辣椒粉末和辣椒油 进行上色 这样腌制出来的排骨 是既有颜值又有味道 我们美食侦探 为大家打探的这家串串店 不光是排骨的串肠 这道酥菜吃起来也很长 就是这个长寿菜 我之前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菜 但是我在这个火锅店吃完之后 我知道它叫长寿菜 反正鱼也比较好吧 啥口感就是脆脆的 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是哪的东西 反正就知道它是个这种 吃起来口感脆脆硬硬的 然后比较筋道 挺好吃的 有点类似于海担 长寿菜其实是一种枣类植物 学名叫洋漆菜 因含有较高的微量元素 所以人称长寿菜 另外洋漆菜 因为苦具有沥水消肿 泄热化碳的功能 天哪 这么一大头 我怎么觉得心里有点毛毛的 你看它散开以后好长啊 你看它散开以后好长啊 看到没 天哪 刚才签子里穿的是全起来的长寿菜 它拉长了我感觉可以 这这都有多少了 十 二十 三十 好有嚼劲 我觉得我一口吃不完 太甜了 除了脆以外 我感觉它这个长寿菜 好像更容易吸收那个 锅底的那个辣香味 除了霸王排骨和长寿菜 这两肠之外 这家串串店还有一肠 那就是 你看这个大猪蹄子 谁在火锅里面吃 尤其是串串店里面涮猪蹄子 你看还是 这种劈开的这种整个的这种 你说最多咱们看那种蹄花 就是前面这一小点点是吧 穿起来的 跟霸王排骨一样 霸王猪蹄也是比较费时的 下锅二十分钟左右 才可以吃到嘴里 哇 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轻易尝 因为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工作就有点 好吧 目前我已经对这个 这样掀起来这个蜡肉 碰到眼睛里了 所以你怎么吃 你怎么吃 你怎么吃就 就是你们喜欢 你来体验吧 总结一下 这家串串店 之所以会排队 一是因为它的三肠系列 霸王排骨 霸王猪蹄 常寿菜 二是因为它微辣都很辣的 牛油锅底 说任何串碗都很入味 三是多达八十种的荤素串串 每一串都是七毛 价格比较清明 除了串串火锅自身的优势之外 当下这个洞的色色发抖的季节 是再适合不过吃个串串 暖暖身子了 这家店的地址是在郑州市十里铺街 与宏图街交叉口西北角 糊涂印象老串串 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的美食呢 说白一点 咱就是要吃个稀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个美食里面 用的很多食材 第一个是咱这没有的 第二个是老板会跑到山里面 去找那些阿婆 然后呢给收回来的 而且这个山里边呢 还不在咱这儿 离咱这儿还老远老远老远 应该是在南边 因为那边山里呢 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因为它气温会比较高一些嘛 所以呢 接下来呢 就带大家伙吃这个 我们很少能吃到的稀罕的东西 说到广西小吃 离不开粉面 大名鼎鼎的非桂林米粉 柳州螺丝粉莫属了 但据说在广西南宁 还有一种面 与他们齐名 那就是老友面 虽然对于咱本地人来说 比较陌生 但在广西 它的地位和名气 可不属于螺丝粉和桂林米粉 我们打听到 在郑州就开了一家老友面馆 到底这种广西小吃的味道如何 我们先去看看吧 老友面 吃货请留步 你闻到有什么味道呗 这家有麦螺丝粉 有一股那个臭臭的味道 咱家是做老友面的 是吧 还有粉 广西人吃哪个呀 广西人吃粉 我在店里进来闻到一股螺丝粉的味道 大概是应该去闻到酸笋的味道 我们的面里老友的味道里面都有酸笋 老友是什么味儿啊 老友就是你们那里这股 这股臭臭的味道 这好吃还可以加料过呢 直接加到面里面 你看他这儿的菜单 有好多种可以加的东西 有你们那儿的特色 就是你们那儿必须要加的 酸笋 酸笋和酸菜 你给我加点酸菜吧 哎呀 这个 但是他这个味儿 没螺丝粉那么重啊 就是有一点淡淡的 臭臭的味道 女生应该是比较爱吃这种东西 怪怪的 不过也有男的来吃 那估计是被俩鞋吃过了 他说好快啊 我这点了还不到五分钟 他就上来了 杏仁心皮的酸笋味道 看好大一个勺 应该是主要让喝汤的 看这上面这个就是酸笋的 所有的臭味都来自他 他这一碗汤看着还挺有食欲的 是这种金汤 你看他这儿 应该是剁椒吧 这里面放的 汤不太一样 豆豉啊 这个是我完整的豆豉 这个是他们那个 可以加料的酸菜 味道特别酸的这个酸菜 但是看着有点像没干菜一样 先尝口汤 这汤好喝啊 是酸辣口是吧 而且他这个酸 不是那种醋酸 应该是那种发酵的那种酸 面应该是挺普通的面吧 主要我觉得 他的精华就在他的汤了 有点那种酸笋的 臭臭的味道 他又跟螺蛳粉的汤不一样 他比螺蛳粉的汤 感觉要更浓郁一点 更稠一点 我感觉螺蛳粉的汤 有点油 他那个是红油 对 然后他这个里面出辣味 好像是通过这个剁椒出的辣味 所以他没有太多油 你看他的汤是这种金汤 我觉得这酸菜特别好吃 如果大家来吃的时候 一定要加一个这个酸菜 这个酸菜跟四川 或者是跟那个东北的酸菜 有啥不一样 肯定不一样 东北的酸菜都是大白菜吧 他这应该不是白菜 但我也看不出来 他到底是什么菜 他酸也很酸 但没有那么冲鼻的那种酸 就吃了还 比较温和一点 一碗老友面 乍一看没什么新奇的地方 但仔细品尝 能吃到各种发酵的酸味 整碗汤比较清澈 喝起来却非常浓郁 我们也好奇 这碗老友面里 究竟有什么特殊的食材 让它的味道与众不同呢 这个是我们的镇店三毛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只有靠这三样才能做出来正宗的老友味 这个先看我们的第一个是这个 第一宝 对 豆豉 这是广西的豆豉 对 从那边专门发过来的豆豉 它闻着有一股酒精的味道 它是不是发酵过 对 这全是发酵过来的 嗯 它这个酒味特别重 这个是 第二宝 剁椒 你可以尝一下 这个我们是还没有欠一点火候 这个是火候刚刚好的 你们都要自己去发酵吗 对 因为这个只能靠时间去发酵 你放任何东西都没办法 只有时间才可以 但是越放它越香 这个也是从广西发过来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水 做不出来这个味道 发过来以后 你们还要再放一下 对对对 需要温度 需要湿度 如果在南宁那边的话 广西那边的话 它湿度比较大 它可能时间比较短 它就发酵出来 在我们这边又冷 然后所以 时间要长一点 所以我们就需要 再放一段时间 这一般要放多久 像这种天气的话 最少一个礼拜 这会不会很多吧 哪一个小黑勺子 这里面还有 这是姜吗 对 它不是我们这边的姜 它是南方独有的一种 叫沙姜 它这个姜跟我们 什么样的区别 它就不是一个品种的 它的味道就会不一样 吃完以后后味有一股 不一样的独特的味道 说不出来的一种味道 它没有那么辣是吧 你吃这个 但是那个姜味特别浓 特别酸 广西那边就是人特别爱酸 那边包括水果都能腌酸 叫酸野 酸野汤 腌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蔬菜 所有的水果都能腌 那边有一句俗话叫什么 英雄难过美人观 美人难过酸野汤 在来这之前 对广西的印象 除了满大街酸笋臭臭的味道 就是广西的辣非常出名 今天算是长了见识 原来广西人对酸也是情有独钟 老油面里酸辣的口味 全部是出自这些腌制的小料 而这些佐料 全部都是从广西那边发来的 发来之后 还要继续存放一周 才能把味道完全发酵出来 镇店三大堡 除了腌制的豆豉 剁椒之外 还有一样可就是重头戏了 酸笋 哇 这是这么大块的酸笋 这个是我们还没有切的 我们需要 我们要用的话 就需要把它切成粉 你们用过来是这么大块的 对对 必须整块用过来的 螺丝粉里面就是用这个 对对对 但是我觉得 直接就臭上来了 你尝尝这个 这个就是我们处理过以后的 处理过的 对 这个臭味就淡一点的感觉 吃着不臭 对 吃着并不臭 你一进到他们市区里面 就整个都是 整个都是这种味道 从早到晚就是粉 粉之毒 不是粉味道 是酸笋的臭味 对对 就是买的 一家都是这个味 这个笋的话 找到山里面用正宗的 山泉水淹下来的话 它是没有那么臭的 它特别脆 你吃起来 对 因为那边用量大嘛 也有一些工业烟盐的酸笋了 出来的味道是不一样 它有时候没有那么脆 而且它那个臭味 会更重一点 剁椒 豆豉 酸笋 算是老友面中的三大宝 老友面酸爽的感觉 大部分来自于此 除了这一三样 还有一些广西特色的酸食材 更让我们闻所未闻 猪门蜜蜜 有点像陈皮的味 柠檬 这是柠檬 对 这是柠檬 它为什么柠檬变成了这个样子 就是腌制过的 在广西就南宁每家每户 都会阳台上都会放一个这个 弄一点点指甲盖那么大 然后味道会特别的清香 这个也是阿婆做的 这是我妈做的 在我们这边算 大家都没有见过这东西 但是在当地的话 就特别常见的一种 家用的一种食材 我这还有一种广西的东西 这是广西独有的酸菜 广西的酸菜 对 这跟东北的老檀酸菜不一样 不一样 好多人 这是不是东北的酸菜 我说我们不是东北的酸菜 这是广西独有的酸菜 这个酸菜它是什么菜 就是雪菜 是那边的一种叫钙菜 我们这边没有 那边的青菜种类特别多 我想象不出来 这是一个什么形种 特别长 这么长 可以 对 可以可以 因为这个酸菜也是那边 都是各家 每家人都会自己做 那边都是找一些阿婆 她们自己家 用那种过去的 古老的坛子腌出来的 怕这边人 接受不了这个味道 所以我们就专门找的 都是包括我们的酸菜 包括剁椒 都是找那些 做了几十年的那种阿婆 她们全部都是手工做出来的 听老板娘说 店里所有的研制食材 都是从广西山里的阿婆那里采购过来的 这种手工研制食材 中文字幕志愿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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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介绍 证明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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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就很清淡 然后能吃到羊肉的咸劲 而且你看它这个汤 就看着很透亮 而且说实话 从这个喝这个汤 我对这个肉排有期待 因为店里提前在锅底 埋伏了一点盐 所以虽然是纯净水煮的 但是喝起来并不寡淡 我们平常吃火锅 一般都是吃羊肉片 或者说是羊肉卷 但是这家的却是羊肉块 因为它是切成那种肉块的 所以嚼腌 嚼劲还蛮强的 汤味不是很重 挺鲜的吧 肉一定要用漏勺来吃 一定要这样 哇 像吃冰淇淋肉一样吃肉 太美 一盘 我要看这个道理熟了没熟了 我刚才其实说实话 我想了很多 我就想看看它这个东西到底煮熟没 因为煮的时间短了 我第一反应应该是 这个东西应该是非常筋道 会韧韧的这个感觉 但是它咬下去 就是完全 很软烂 很软烂 就是你不用费劲 它就 它就断开了 而且它不行 没有那个羊肉伤味 一点羊膳也没有 想要羊肉煮出来好吃 肯定离不开羊肉的品质 咱们这个是来自于 内蒙古大草原上的苏尼特羊 因为这种羊 它生长在一个半沙漠地带 它每天为了吃野沙葱 它会跑很远的路 所以它就是肉质特别好 营养大致很高 我们选用的是180天以内的小羊膏 并且是军选羊后腿部位的羊腥肉 一只羊身上大概只有4斤左右这样的肉质 这种羊它就是以布山为出名 我看咱这个羊肉切的块特别大 就是好看过眼 好看过眼 嗯 这碗这个肉 你看 我就是筷子这么一夹 你看到没有 它刚才是个块 我这样一夹就成这样 如果您觉得这个冰煮羊吃起来太过于清淡 还是不过瘾 别着急 下面还有一道菜 饱着你喜欢 哦 导演 有点没意思 现在我刚刚吃那么锅 那锅吃那么饱 什么意思 这个锅我还怎么搞 我的锅 有锅 有可能你们不是太清楚 这个锅里面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刀出来一块 你看看 哇你我都不怕 哇郎哥 怪怪 哎呦呦呦呦呦哇哇喔 刀不动 刀不动得这么着 来看下这个厚度 看这个宽度 这么厚 你能看懂不能 看得 gob brilliant 您能看懂不能 冰煮霸王牌 比起羊肉块来说 这个羊排 更有西北吃肉豪放的感觉 非常爽 我觉得它和刚才那个高腰味 还不一样 对 这个吃起来 就是稍微有一点咀嚼感 而且还很入味比那个 特别入味 就是你别看着它 它这么大 但是吃着很嫩 其实这个吃起来 就跟刚才第一锅感觉差不多 就是进嘴之后 这个还稍微需要一点那种咀嚼感 但是也是很软 吃得这样稍微一命 全部削下来 感觉你跟这被渣了一样 一削它肉就弄了 刚才这个是吃这种极致的咸 这个就是 入味 有难看的话 再紧 但是这个其实有一个换句就是 我刚刚等这个锅 等了一个小时 就是如果大家就是不吃那个冰煮羊肉 要吃羊排的话 最好的提前预定 这样 要不然你来店里面做一个小时 我觉得也可以 冰煮霸王牌用的是苏尼特精修12类法牌 撒上洋葱 辣椒 白萝卜条 香菜 焖煮40分钟以上 保证每块羊排都充分吸收到汤汁 如果你也想来尝一尝的话 底子可要记好了 在郑州市康平路永平路交叉口西北角 郑东商业中心B区13号楼2楼 沐心水水冰煮羊 接下来要给大家一会接着这个美食 它是吃法不太一样 比较新奇一点 你先说啥东西 我先说啥东西 锅包肉 我知道了 东北菜 是吧 你的最爱 那种酸酸甜甜糖醋口 对 可逮尽吧 你们都怎么吃 那不是找个东西 晚点看他优了颠一份都吃了 放到盘子里往那一坐 坐在饭店里吃 你不怕吃 不就怕吃 不就怕吃 边逛边走边吃 你服不服 服啊 服了 那就行了 一起来看看吧 边逛边走边吃的锅包肉 锅包肉是一道地道的东北菜 从清朝光绪年间就已经开始有了 一直流传到现在 在东北菜馆 这也算是和猪幼炖粉条一样的硬菜 而今天 我们去吃的这个 却把这大菜小石化了 年年三十 沾好角色片 菜身清紧门 它属于一道菜 但是说按现在的时间演变的一个发展 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零食消遣的一个食品了 看到了吗 就是锅包肉 我不要油 这是酱汁 不是油 翻甜的 这是酱汁 这是酱汁啊 淋的是酱汁 好的 这是酱汁 作为一个美食侦探 我没有吃过锅包肉是不是很low 比较low啊 它真的看起来就是一块炸的肥猪油啊 我建议尝尝一下 酱汁的那个味道 只冲鼻子你知道吗 是吧 特冲 酱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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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验到我了 我的妈呀 外焦里嫩 鲜嫩多汁 咬下去 我以为像咱平时自己炸东西一样 上面看着就像一个面糊对不对 这里边肉质很丰富啊 完全是可以吃到里边的肉质的 然后外边那个胶皮很酥很胶 而且不是那种 很有韧劲嚼不烂的那种感觉 你看 你听到声音 对于从来没有吃过锅包肉的朋友来说 可能会被这油溢溢的外观给欺骗了 但吃到嘴里外焦里嫩的感觉 还真的是挺意外的 那对于吃过的朋友来说 这算地道的东北味吗 很早之前在东北吃过 我是在东北上学吃的 忘记偶然的机会 然后发现这有一家也是锅包肉 我都想尝一下 看是不是我在东北那边吃那个锅包肉 吃那个味道 它就是外面是比较酥脆 然后你可以看它里边这个肉 就处于半透明状态了 特别好吃 然后外面这种酥酥脆脆的感觉 咬一咬里边流出来那个汤汁特别好吃 它咬的透 所以说它没有说那么硬 就像你说的它是有嚼劲儿 但是它不是那种炸的干柴的那种 外焦里嫩也酸酸甜甜的 我感觉挺好吃的 能吃到肉质感 然后还有那种吃完 就在嚼的过程当中 还有那种有点筋筋的感觉 很筋道 酥脆多汁 外焦里嫩 大家口感表示一致好评 档口是透明的 清清楚楚就能看到整个制作过程 可是这看起来五分钟就能搞定的锅包肉 做起来可没大家想的这么简单了 首先选材上也是有讲究的 就是说它这个肉必须是用大鲤鲤 小鲤鲤也做不到 因为小鲤鲤偏小 它的肉感弹性没有大鲤鲤好 所以说一定要选大鲤鲤 一定要选用纯瘦的大块鲤鲤肉 这样它会不腻 而且每口都能吃到肉质感 可是不能腌制 因为这样会导致肉的口感不好 也会影响外壳的酥脆 那说起来酥脆 必定是早上下功夫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选的是 精选的一个柚子淀粉 在和这个淀粉的时候 是有一定缩刀的 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缩刀是很关键 因为你一旦要或稀的情况下 你砸出来的肉 它外边挂的那个 外面那个皮就很薄 就是薄它就容易浇里边肉 如果假设你要挂到厚呢 里边的肉还不容易酥 切片挂糊 啥 听起来如此简单 并且还有点像糖醋里肌的做法 但是我们吃起来的口感 和糖醋里肌是完全不同啊 糖醋里肌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你知道糖醋里肌其实是挂完糊肉 它这个糊其实能起酥起泡你知道吗 能炸起来炸炮了 然后再挂糊去炒 那个糊是比较粘稠的挂在顶上了 而这个就是 其实它这个挂糊挂的不是很多锅包肉 你知道吗 它就有那么一点沾点味带点味 其实很好吃 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这个锅包肉不会有那么多的空间 知道吧 没有那么多泡 它就是面和肉就结合在一块的 外面面已经完全焦完全脆了 然后里面肉还是嫩的 配上这个糖醋汁 我觉得跟糖醋里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就是无论你外面吃了再焦 里面就是一个绵软的感觉 知道吧 就混合一块 而且肉汁很多 反正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 真的 其实锅包肉还有一个英文名字 叫 直一过来的话就是制作两遍的猪肉 啥 制作两遍 那不就是灰锅肉吗 当然不是啦 制作两遍就是炸两遍 所以才会吃起来没有那么硬 但是也没有像酥肉那么的软 第一道油纹和第二道油纹是不一样的 因为第一道的油纹是在180到200度之间 炸大约是三分钟 第二次的话最多也就炸30秒 但是这个油纹稍微比这个高一点 达到230到250之间就可以了 因为炸一次的情况下 这个锅包肉会非常的焦 它是不脆了酥脆了 如果炸第二遍是为了它 因为第一次炸的时候它没有熟 就是第二次用一个高温 迅速把外边那个货把它炸酥脆 给它捞出就可以了 一遍只是焦第二遍才是酥 所以锅包肉吃起来是融合性的味道 面和肉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咬下去第一口有酥脆感 继续吃进去也会有肉的嫩感 二者合二为一 可是这油炸两遍看着都油乎乎的 难道这吃上两块就不会觉得腻吗 哇 这如果是你刚刚说了一块炸肥油的话 你都不啃上一大口吃进去了 对 特别满足 可能是醋比较多的原因 所以说它没有那么腻 酸酸的挂着甜头 会有一些油分在里面 它那个有些处理不好的话 它的那个甜糖和油会让你觉得口感非常腻 好腻呀 嗯 吃得多吗 本来因为会比较腻嘛 因为油炸了还本来就是纯肉 会比较腻 但是这个酸甜味的话 它比较解这个腻 就是所以说我感觉还是比较好 酸酸甜甜的比较开胃 而且肉很嫩里边 不是说因为炸了肉就比较焦 但是肉还比较嫩 所以说它不会影响这个本身这个肉的口感 这些价格也不会 它16块钱 长虎相当于五米价廉也是 上面你看着它比较油那种感觉 它不是油 它是上面那种 它那个骨质的那种汤汁 因为这个味道不单单是锅包肉味道 我初恋也是东北谈的 然后我们第一次吃的也是锅包肉 那你的初恋是酸甜口 酸甜的味 甜中带点酸吧 因为毕竟然后回来 对 是 就是说我们现在做的是老素锅包肉 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 纯粹的用糖和醋去调制比例的 我们精选的一个是棉白糖 咱们这边用的都是白砂糖 因为正宗东北锅包肉 它都是用的棉白糖去做的 因为这个东西它甜度是不一样的 现在就是东北也会有一些新式的锅包肉 它就是说用一些新的就是说蕃茄酱 这种色素勾兑的这个东西 但是说这个东西就已经失去小时候的味道了 其实提起来锅包肉对于老板江忠宇来说 也是有不少情怀的 锅包肉在东北是家喻户晓的 就是在所有东北菜中它是排行老大的 所以说每个人对锅包肉的一种情怀 或者说一种喜爱是任何一道菜都无法取代的 我来到郑州应该有六年的时间 也是做过很多 在去年的时候我就是有个灵机 就是有一个想法 这个想法为什么 因为就很多的就是说有成都的小吃 还有说武汉的小吃 都能做向全国 后来我就想到能不能把东北的东西 能带到郑州 让郑州人感受到 后来我脑子里第一个想的就是锅包肉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对我小时候的情怀特别大 因为任何一个小朋友或者怎么样 小时候去饭店 父母带你去饭店 就是比较奢侈的 你知道吧 就是说上饭店第一道菜肯定都是锅包肉 就是让你去点肯定也不会点别的 都是锅包肉 这个情怀是在心中肯定不会变的 所以说我其实想到就是把东北的这个东西 带到郑州 带到湖南 让大家尝到这个东西 就这么简单 老江说锅包肉对他来说 更像一个童年回忆 而对他们东北人来说 这里也像一个港湾 吃一口锅包肉 在初学里感受到回家的味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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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